大家好,今天來分享口才可以升到五等嗎? 首先天賦帶謀生有道增加30% 還有大良城支付考試獲得蟹緣口才加15% 第一站楚香城 福林客棧 找殿小二學藝 因為有加成關係經驗直接變成145點 二忘憂樓 找火技學藝 接著上二樓這邊也有火技喔 一本正經的道人 他在地圖上的街道上 楚教會在楚香丁家或者是白雲罐前面 點他學藝可以得到2610的經驗 下一站無名小村 找包打亭學藝 下一站大良城 浮雲客棧 找殿小二學藝 防花四井樓 先找火技學藝 再往後走到底 找樓主學藝 找樓主學藝 下一站林安城 越來客棧 找小二學藝 方小白 太白樓 找火技 接著上二樓 接著上二樓 這邊也有一個火技 三四級 找賣一男子 學藝 四 群方館 這邊有兩個小事是可以學藝的 接著回大良城 到大地圖出發收到騎王的來信 前去拜見騎王 拿到進如聖館的推薦信 然後直接前往儒聖館 拿推薦信加入 加入門派後前往上方的文冤斋裡面 拿巧遮密點 接著到地址房開始讀書 每讀一次加232點經驗 總共可以讀10次 讀到第10次的時候 除了既有經驗外 還會額外給580點的經驗 到此所有能學的都學完了 口才經驗來到3860點 之後改版只要再增加一個 1800點口才的NPC 這個口才技能就可以滿等囉 以上為口才經驗實測的結果 可惜沒辦法滿等 但至少大家可以不用自己測試 預計明天會上一集的天賦介紹 大家敬請期待唷 我是小楓我們明天見